大家好 我是旭哥 挖卡暗 歡迎收看 旭哥 魯梅莎 冒險 復活學生 RS 冒險 那今天來做一下最新的轉蛋女角的戰力分析 那大家應該猜到是哪一隻啊 就是旭哥的真愛啊 真愛3.0版本 那旭哥呢 一口氣就把他金碎片直接灌到50等了 把愛下灌好灌滿 好不好 愛下灌好灌滿 哈哈哈哈 好 那就是 那我們等一下來做一下實戰測試 那旭哥RANK來到821等 總戰力2752726 2752 726 那最近疫情有點嚴重啊 所以大家就是 在台灣的話就是多多待在家裡吧 尤其在雙北的 好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實戰還沒訂閱頻道的 記得訂閱頻道 水關 復活學 RS 轉蛋冒險攻略 還有角色分析 戰力分析 那這隻愛下呢 是旭哥第174隻50等的角色 174隻 那愛下 那我現在應該會就是趁這個最近有加成的時候一直狂練嘛 因為之前他都沒什麼加成啦 好 那這一隻呢 戰力是9084 那50等 他在第46的時候是晚力加5 然後 在38的時候速度加4 我們看一下加成值 加成值其實還不錯 就是他的晚力是加91%又再加14% 這滿等的時候 50幾的時候 我相信應該很少人會把他吃到50等啦 大概只有像旭哥這麼瘋狂的要把他吃到50等 呵呵 目前應該沒有人把他吃到50等了吧 應該只有旭哥而已吧 我看所有人目前玩的應該只有旭哥把他吃到50等 這隻好 那速度是加86%再加14% 敏捷是加73%再加5這樣 就是 都還不錯 看一下 那其實旭哥是比較喜歡就是 這個圖面啦 這隻的圖面比較好看一點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把就是愛下換的這個圖面 這隻洗澡的愛下跟了旭哥滿久的 那為什麼這隻還沒有50等 是因為我之前有把一些碎片賣掉 要不他應該早就50等了 我之前有賣掉一些 這隻我完全沒有用金碎片喔 我這全部就是 用那個抽到碎片 再加上有賣掉啊什麼的 竟然還可以練到46等 就知道之前有多常抽到他了 那這隻的圖面我覺得也是最好看的 1.0版本的愛下 好 就是 很喜歡騎馬的愛下 有沒有 洗澡 然後這個是泡溫泉 也是跟洗澡有關的 好 那我們講一下招式 第一招斬熱威力吸然後覺醒的時候BP3 就是可以連放斬加熱那這招練到RANK99 雙屬性 他的招式其實很優秀都是雙屬性 所以我就決定把這隻練到50等了 成為主掌之路的愛下 然後第二招烈焰戰斧威力吸然後BP8 這招斬加熱的橫夜的範圍攻擊 然後 RANK練到4 因為目前都是打單體的比較多 所以就沒有特別練這招 但這招應該也不錯啦 就是有那個範圍技 然後第三招 極致之鎚威力3個SSSS 開場就可以放囉 斬加打然後BP10 然後RANK現在練到75 也快練滿了 那再講一下 假如你有這個溫泉的愛下的話 它有一個欠武 這是威力1然後BP4的全體攻擊 那也是算不錯的全體攻擊 這BP少的全體攻擊 也可以加點繼承一下 再來講一下能力的話 第一招鬥智滿滿就是 被弄技能揮合開始的收拾 自身玩意傷症 機率中效果大 第二招落點擊中3 未攻擊造成傷害傷症效果大 第三級了 然後再來就是精神抗夢式 常鎚傷害傷症效果大 然後第四級了 都是蠻實用的招式 那也沒有什麼廢招 所以基本上這隻愛下 旭哥覺得不錯啦 算是愛下版本裡面算是很優秀的一隻了 所以我就把它練到50等了 因為這個頻道就是一直說愛下嘛 那我們去年一直說愛 所以我總不能就是 只把它練到42等 這樣真的太沒意思了 所以我就把它練到50等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實測一下 我們就打一下小丑 其實我最近刷那個 新的那個我覺得那個活動的CP值好低喔 所以我後來就是 道具刷滿之後我就不刷了 那個活動練的那個CP值很低啊 還是刷小丑最實用 好那愛下的話 我用的陣型呢 是那個虎殺陣 然後把愛下擺在第一位 然後 墨鏡哥還有艾米莉亞擺在四五位這樣 大致上這樣 那二三位就是隨便擺要加成的角色 像金獅子雞還有雅尼 可以加成的 我就把它擺在這邊 好 那我們就開始啦 我目前是覺得 目前刷起來CP值最高還是小丑啦 小丑CP值最高 而且小丑的東西 蠻多可以換的 所以 虎哥是最愛刷小丑啊 小丑就是很像那個 天堂那種木人有沒有 開始就在那邊打木人練功 我們看一下 神速三段圖示 雅尼的27900多 28000 然後這個兩招 新式式兩招22000左右 然後槍械刀人大概差不多10萬啦 他假如擺在就是 多彩戰隊的話可以打到十幾萬 好 那愛下剛才打3萬多 愛下那個招式是斬加打的 所以 很不錯就是說 因為這隻 這個小丑是怕斬 又怕打 然後他的斬 他是比較怕打 所以他就是會選擇 他屬性傷害比較多 是打屬性的 當然斬屬性也可以吃得到啦 我們再來實測一次 我們等一下來實測一下 一般關卡好了 金式式機也是可以練一下 因為最近他近百金池了 把他練練 27000多 然後槍械刀刃 這個大概差不多10萬左右 他這裡的加成比較少 然後這個大概3萬 雙重碎級大概是大概23000左右 好 極致之鎚 3萬3 喔 3萬3不錯喔 有沒有 愛下很猛喔 這個極致之鎚 目前還沒練到滿 75等而已 練到滿應該可以打在更多一點點 好 那我們這個打完 我們刷一下重金屬看看 看看重金屬會不會 然後等一下去刷一下主線這樣 那我其實是蠻不推刷最近那個活動的 最近那個活動你可以把鑽拿一拿 然後把道具換一換就可以閃了 我是道具都換完我就閃了啦 就最近那個活動 最近這個西洛啊 這個我是真的不太推薦刷這個啦 CP值好低喔 道具換一換 角色換一換 然後東西換一換我就閃了 我現在都是刷 重金屬已經沒了是不是 那我們就去刷那個其他的好了 主線好 我們去刷主線 順便看一下他的那個招式 因為他有斬加熱的招式嘛 我們先刷刷看那個 主線的這個 是這關嗎 看一下 二之一之一啦 不是這關 想說奇怪 這關啦 最近好久沒刷主線了 最近都在刷那個 活動要不然就在刷小丑 序哥通常都是先刷 最新活動啦 最近活動刷完就刷看哪個CP值比較高 就是像小丑啊 小丑我是覺得 非常優秀的一個練功的關卡 然後神速三段圖示 極智之錘籃 我們看一下 兩萬八千多 然後墨鏡哥又是 暴力的演出 他的四個S那個斬還沒出來就 有了 有了 來 我們看一下 4斬 0萬3千多 熱斬 熱斬8萬多 8千多啦 不是8萬多 8千多 8千多 好 我們看一下 斬加熱1萬多 這個魚是不怕的啦 所以就 我們刷一下其他關 刷那個BH 我還賺了一個那個 道具 最近一直覺醒那個技能就導致那個 劇哥的覺醒書是很夠 但是反而是覺醒這個道具反而有時候會缺 你知道嗎 有時候還要跑回來收一下 因為缺道具啦 靠 反而不是大家都缺覺醒書就有劇哥缺道具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角色就是假如不是人犬角 或是不是很愛的角色 我基本上不會去 花任何的那個覺醒書在他身上 早期還會啦 早期還會浪費一些覺醒書 現在都不會 現在就是 除非是說很愛角色 或是說就是 為了要實測 像金獅子機是為了要實測 我才把他覺醒 他第三招 好 神速三段圖示 浪費了一招 看一下 極致之之鎚 這邊他不怕打屬性 雙重碎擊就只打到一下 極致之鎚 這邊這個應該是有怕斬屬性的 然後 熱斬一萬兩千多 還不錯啦 但是我怎麼覺得 墨金哥會不會太暴力一點 墨金哥身為一個就是打屬性就斬屬性還打 比愛下痛 這種回事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你不覺得墨金哥他是一個打屬性的角色 然後是一個槍的角色 然後他的斬屬性竟然還比較痛 打一萬千 都比那個斬屬性的打來痛 我覺得你好笑你知道嗎 好啦 墨金哥其實真的就是 太暴力了 沒辦法 做壞了就這樣 但是愛下還是很優秀喔 這邊有沒有怕熱屬性 我看一下 植物應該是怕熱屬性的 找一關植物 看一下有沒有怕熱屬性 這個應該怕熱屬性 我看一下 他有怕熱屬性 然後我帶他下來 然後我帶他下來 再實測一關 還是一樣虎殺陣 虎殺陣最近序哥還蠻愛用的 因為有些高難度關卡都用這個陣型 最主要是因為墨金哥還有就是有米爾札的關係啊 就是他們兩個 就是實在是剛好很適合這個陣型 打一些高難度關卡 因為你假如用多彩彈刃那些會降體力的話 你會直接被秒殺 平常也是很要用腕力陣型 因為腕力陣型至少不會被降體力啊 你打一些高難度關卡被降體力真的很慘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那個boss 來我們打這個騎士花 我們看一下因為他怕火屬性也怕斬屬性嘛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傷害 極致之鎚 斬屬性 33000多 然後衝鋒槍 驅射粉碎 驅碎他叫他驅碎 粉碎 9000多 金獅子機感覺智力很低啊 那精神蠻低的很容易中招的感覺 準斬大概1萬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一招 11000多 喔不錯喔這個烈焰戰斧 很少放到這一招你知道嗎 這招不常放出來 有沒有覺得金獅子機感覺就是 那個 抵抗力很弱你知道嗎 他特別容易被 欸欸 啊 把我的愛下打掛了 媽的 怒了 他實測還把我的 要實測角色打掛 可惡 好那其實愛下其實真的還不錯啦 那而且這隻愛下去 還沒有練到就是最高的等級 所以 我可能之後也會把他理能力覺醒嘛 我既然都練到50種 我剛才把他理能力覺醒一下好了 目前就是只是 就練到這個 9000多而已 其實還不算高啦 就是之後一直把他練上來好不好 這最近剛好這活動可以練一下 那當然還是那個洗澡愛下圖面最棒 我之後可能會把這些圖面換掉 這隻能力不錯但是圖面沒有說特別喜歡 好那今天旭哥這個 羅面薩的實戰測試這個愛下 旭哥的珍帶3.0版本 這是50級滿等的愛下 那我們今天實測錄到這邊我們下一集見 �rew